为了让消费者买房更实在 内政部长邮昌宣布续品改革方案 将采取两大策略 首先是改进停车空间 让停车位具有独立权状 与居住公社空间明确区分 另一项策略是改进农机计算 将目前进入农机的一班电梯 放到免计农机 同时增订管委会空间 以总农机的1%为标准 保障偏小型基地的空间需求 因计农机的部分 也就是一般电梯 我们把它放到免计农机里面 所以核计不得超过的一个比例 没有改变 但是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 我们可以把这些减少出来的这些频数 我们可以增加到 实际上民众可以运用的这些空间里面 刘昌宣布表示透过两大改革方案 预估可降低公社比25%到30%之间 我们应该可以把现在市场上的公社比 从目前大概33%、35% 是蛮多比例的 另外当然也有高达40% 我们应该可以把它有效的降低到 比较合理 也就是大概是25%到30%之间 接下来内政部将启动与业者沟通 希望在既有公司上进一步收集业者意见 然后提出修法草案送到立法院审议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